老公 金城安, 你幹嘛在這裡放屁? 又臭就嚇死了 不是屁味, 老公 是輝哥的補藥味 補藥? 他每天回來叫我拿電子煮補藥 然後放進烤箱裡 讓我定時停下喝 輝哥, 是你的藥 謝謝 我先來洗澡去廁所 不好意思, 我們… 再見 我有什麼事? 特地拿好東西給你的 這是什麼? 這麼多中藥? 我找中醫師根據你的體質 給你的壯陽補藥 讓你精精日上 不過你很忍著 直到去騙不了你之前 你有問題嗎? 沒有, 我每晚一定會準時喝 那就乖了 好嗎? 保藥果然會令人精力報告 喝完, 我現在整個人都興奮一奮 很想發洩你的精力出來 來吧 你真是你吃屎陳主婦 算了, 你不幸運了 又來了, 我真是紅顏和水了 整天招惹這些東西 要快點走到人多地方才行 好, 讓我吃屎陳主婦 終於撇掉了色魔了 為何我喝完那些寶藥 都不夠陳師奶跑 還比以前還壞 叔公…你沒事吧? 叔公,為什麼你的臉這麼紅? 我喝了阿輝的中藥,難道我中毒? 叔公… 你們真的離譜了 堂堂一個大男人 走幾級男廳就搞得要去主醫院 你虧成這樣? 哥,我不是虧 我女帝街是有原因的 因為叔叔偷了阿輝的藥渣 去收藥煲來喝 我們全部的資料都好了 你連人家的藥渣也要偷,真的不能夠 其實也沒有偷不偷 仁哥只是想拿湯渣去研究一下 中藥的東西怎麼可以胡亂喝 哥哥,你也說得對 真的,我是不應該胡亂喝藥 不然也不用搞得要去醫院 仁哥,其實你只是想身體好 不過其實保持健康真的沒有捷徑 像我一樣,也是均衡飲食 還有多做運動 保持三十多年才有這樣的身體 三十多年? 這些一定要辭之以恆 別說喝兩劑就搞得好 別這麼沉悶了,那幾十次… 我起來很順道 我以為了… 我以為你不可以學死,